現在我們是來到冰島的第三天早上 我們今天是這裡的海岸 今天我們看有機場的海岸 現在我們要走近海岸 這個旁邊的是日出欸 現在是早上 11點以後 現在就還沒有人喔 好酷 很重欸 現在是晚上的6點半左右 我們已經抵達今天要住宿的地方 剛才大家看到飛機殘骸的畫面其實是 今天中午12點左右的行程 本來飛機殘骸的這個景點結束之後 我們還安排了很多的行程 但是從昨天開始我們就一直被告知 從今天晚上到明天會有一個冰島近幾十年來都沒有遇過的超強風暴即將登陸 尤其是我們離開上一家飯店的時候 櫃台人員就一直告訴我們說 真的會很crazy 很crazy 叫我們一定要小心安全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先把下午的行程取消掉 在晚上以前先抵達到下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一路從白天看到黑夜 其實也就是從下午1點看到下午5點 但是整個天就已經超黑 然後就覺得好像真的有什麼暴風雨要來襲的感覺 剛才就上網查了一下說 這個風暴大概是每秒會達到33公尺的一個速度 其實蠻相近於台灣的中度颱風中心眼的位置 但是很奇妙的一點是颱風是中心眼的速度是這麼強 可是這個風暴好像是整個區域都是這麼狂 所以好像就是一大片全部都是颱風眼的一個狀態 那因為我們沒有遇過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冰島大概第三天 就即將迎來一個很強的風暴 到底晚上會怎麼樣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大家看到我嗎?看不到 我們現在是在冰島風暴來臨的隔天早上 大家看一下室內一片漆黑 外面微微的亮光 現在是大概早上的11點左右 然後我們就停電了 大家看現在外面是風平浪靜的感覺 但是現在是風暴就快離開 現在是完全沒有任何一部車子可以在路上走 人也都不准出去這個旅館 然後大概冰島現在是外面是一個空城的狀態 我們現在室內也完全停電 好 因為室內停電了 我們就來到旅館外面的平地走一走 結果這邊結冰了 真的很恐怖 路都走不穩了 難怪是不能開車出去 我發現有一個招 就是要走在這個車子有開過的地方 就是把冰殘掉只有土地 就比較不滑 其他地方真的超滑很恐怖 海的旁邊有很漂亮的日出 看一下天色很有趣 現在是早上11點了 現在在外面看到店來了 然後你看這是我們住的地方 後面這個 超透明的 經歷了一整夜的冰封堡 但是對於在台灣時常接觸到颱風的我們來說 還算覺得可以接受 不過風雨裡面夾雜就大量的冰雪 就大大增加了出行活動的難度 別說好好開車 就算連好好走路都有困難 看著冰島人不斷的Check各個天氣APP 還有天氣預報網站 不難看出這裡的人們 跟天氣還有地球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 也許更接近自然生存的狀態吧 接下來還會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呢? 就讓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